这个视频我来讲讲优化 这是沁茶需要做的事情 小明要烧水为妈妈沁杯茶 怎样安排可以节省时间呢 要为妈妈沁茶需要烧水 洗水壶 洗茶杯 接水 找茶叶和沁茶 这些事情应该按照一定的先后顺序来进行 例如接水之前必须先洗水壶 接水之后才可以烧水 沁茶之前必须要烧水 洗茶杯 找茶叶等等 所以沁茶应该放在最后一步 可以按照这样的先后顺序来沁茶 但如果想尽快喝倒茶 有些事情可以同时做 首先要洗水壶和接水 然后才能烧水 烧水需要一段时间 在等待水烧开的时间里 可以完成洗茶杯和找茶叶这两件事 水开后再沁茶 这样安排可以节省时间 看来如果有些事情能同时做就会省时间 对比一下这两种顺序所需要的时间 第一种 洗茶杯两分 找茶叶一分 洗水壶一分 接水一分 烧水八分 汽茶一分 一共需要十四分 第二种 洗水壶一分 接水一分 烧水八分 烧水的同时洗茶杯和找茶叶 汽茶一分 一共需要十一分 这样就节省了三分钟 再来看个例子 爸爸妈妈和淘气每人要一张烙饼 妈妈每次只能烙两张饼 两面都要烙 每面三分 怎样才能尽快吃上饼呢 可以一张一张的烙 烙一张正面需要三分 反面需要三分 一张烙饼需要六分 三张饼就是十八分 还可以第一次先烙两张六分 第二次烙第三张饼也是六分 一共需要十二分 其实还可以这样烙 先烙前两张饼的一面 三分钟后一张饼翻面继续烙 另一张饼被第三张饼换下来 再过三分钟后 将两面都烙过的饼拿出 另一张饼翻面 刚才只烙了一面的饼放回去继续烙另一面 这样一共需要九分钟 比较一下这三种烙饼的方法 像方法三这样 保证每次锅里都烙两张饼 最节省时间 那烙四张饼五张饼呢 如果烙四张饼的话 就是两张两张的烙 需要六加六等于十二分 烙五张饼的话可以先烙两张 再按照刚才的方法烙三张 需要六加九等于十五分 总之 无论烙多少张饼 只要保证每次都在锅中放两张饼 就能最节省时间 怎么样 你听懂了吗 快去做几条题试试吧